大家好我是燕燕 现在我们又在厂里面发货了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部分小部分的一个发货量 现在只打包到一小部分 还在继续 那这些都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头彩茶 春茶明咸茶的口感都比较好一些 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头彩毛间绿茶 非常漂亮 口感的话是特别的香浓 老客户都说这个茶是抛出来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明前茶的话它的口感的话都相对来说 都是比后茶都是要好的很多 这个有的是罐中的有袋中的 看大家喜欢用哪一种中 袋中的袋中的就是那样 嗯 可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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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斤的话得装4罐 都是经过秤秤的 大家可以放心 我去看一下 现在上衬秤我们来 这个已经去皮的 有点水还差一点 地警又是贯去 咱俩怎么过来 2点8点 来垂皮鸩了 这应该啊 哦 这个是乌牛爪毛巾 你还有一种吗 一种 一种还是要标签 两罐绿茶毛巾 刚刚装的 两罐是半斤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一个 山姜冻足高海拔的一个金净梅 头彩茶的 这个是乌鸦 它的一个牙都是很肥的 特别肥 口感的话泡出来也是特别的松 然后很鲜 这个是蜜香大点花香的香味 用冥前茶都比是雨后茶要好很多 口感的话 大家需要冥前茶的就联系我 金净梅 好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喝茶的朋友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